看到悬崖,有的人会因为恐惧而胆战心惊 而有些人却很兴奋,甚至一跃而下 今天的33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悬崖 穿口塔峰 穿口塔峰是位于巴基士坦北部的一组山峰 主要由四座海拔超过6000米的花岗岩山峰组成 最高点为大穿口塔峰,海拔6286米 大穿口塔峰东侧有世界上几乎垂直落差最大的悬崖 最大落差达1340米 1977年,英国登山团队首次登顶大穿口塔峰 1984年,两位挪威登山者尝试从难度最大的东面登山 在返回途中不幸遇难 1992年,邦加德和米登多虎从东面的穿口峡谷成功登顶并返回 他们也成为首次完成东面攀登路线的团队 2008年,四名挪威登山者重走了1984年 两位挪威登山者挑战失败的东面路线 在历经了27天的艰难攀登后成功到达山顶 然后花费三天时间回到起点 成为首次完成这条路线的团队 由于穿口塔峰,攀登难度极大 奠定了他在攀登界的崇高地位 吸引了大批登山爱好者前来挑战 默克悬崖 默克悬崖位于爱尔兰西海岸 是欧洲最高的悬崖 最高点高出大西洋海平面214米 悬崖沿着爱尔兰西海岸绵延8000米 默克悬崖的最高点是标准性的建筑奥布莱恩塔 该塔于1835年由奥布莱恩建造 作为当时观光的休息的地方 还有一种说法是奥布莱恩为了打动他心爱的人而修建的这座塔 悬崖主要由叶岩和沙岩组成 科学家在悬崖底部发现了最古老的岩石 距今约3亿年 悬崖暴露大约200米的沉积岩 痕迹化石丰富 现在悬崖还是最受海鸟欢迎的栖息地 约有20多种3万只鸟栖息在悬崖上 莫河悬崖还是众多电影的取景地 如2009年上映的《哈利伯特与昏鞋王子》 步道台 步道台悬崖是挪威著名的旅游景点 悬崖屋里于旅舍祥湾海岸高604米 在顶部有一个25米乘以25米的开阔区域 由于悬崖正对着谢格拉山景色十分壮丽 这里也成为挪威游客最多的地方 悬崖是大约在1万年前的宾河时代形成的 当时冰川的边缘到达了悬崖 来自冰川的水在山的缝隙中结冰 最终破裂成大块的脚块 随后被冰川带走 由于整个步道时没有安全保护 2013年10月一名西班牙游客从山上坠落 2018年 在电影《叠动叠动》 阿汤哥和超人在悬崖峭避难 惊心动魄了几分钟 就是在这里取景 电影上映后 2000名观影者徒步登上步道台 在上面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观影 如今步道台成为地空跳闪爱好者的圣地 索尔山悬崖 索尔山是一座海拔1675米的山 由花干岩组成 位于加拿大的澳尤特克国家公园 索尔山悬崖的垂直落差为1250米 是目前地球上最大垂直落差的悬崖 悬崖于垂直方向的平均角度为15度 尽管地处偏远 索尔山悬崖依然是热门的攀岩地点 每年吸引大量的攀岩爱好者 在大部分的攀登过程中3B是略微悬空的 1965年由帕特贝尔德率领的探险队首次登上索尔山 2006年7月23日 一个美国团队在这里创造了最长输降的世界纪录 不幸的是由于设备问题 一位26岁的加拿大国家公园管理员 菲利普罗宾逊跌落死亡 攀登索尔山的最佳时间是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的夏季月份 由于地处自然保护区 进入索尔山需要获得公园管理方的许可 在南非纳塔尔国家公园内 拥有着地球上最大悬崖面的阶梯悬崖 总长度超过5公里 垂直落差1220米 阶梯悬崖的悬崖面是优胜美地著名的 埃尔皮卡坦所有悬崖总面积的三倍 在阶梯悬崖上还拥有着世界上第二高的瀑布 图格拉瀑布 高度达948米 想要看到最优美的景色 步行是最好的选择 全长大约7公里 最大的困难是需要爬一段几乎垂直的悬梯 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 要时刻地方你附近的沸沸 他们可能会朝你扔石头 壮观的悬崖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登山家艺术家 来这里释放压力 挑战极限或者是寻求灵感 看到这些壮观的画面时 你有什么感受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33号放映室是一档分享真实有趣好玩故事的节目 点击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节目更新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支持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呢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